玩遍美国,环游世界 大家好,我是张晓东,around the world 昨天有朋友说你的英文水平怎么样 在美国如果不会英文的话会怎么生活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来美国的有很多的学霸 像北大清华,在硅谷就有两万人 还有其他的学校,包括华中理工 在这边,有的移民的比较早 就是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硕士,博士,博士后 这些英文都应该是没有问题 就是有这些半路出家的 就是阴擦阳措 像我们,我当时在国内是喜欢的是中文 古代汉语啊,喜欢这些 所以对英文不是很上心 就是没有认真的学习 没有认真学习 然后到美国以后就把自己 大学和高中时候 初中那时候学的英语 日常口语就学起来 他说你现在英文出在什么水平啊 你去美国的学校去学习 然后我说我的英文主要是一个日常的绘画 日常的绘画,然后这是昨天去超市里买的那个葡萄 很甜,很好吃,还有点酸酸的这种感觉 然后这是昨天超市 昨天和一起去乌尔玛了 能看清楚吗 我们看一下葡萄 葡萄是多少钱 2.95一磅 1.76磅 2.95一磅 这个 Green Grab 就是英文 日常的一些英文 就把它拾起来 而且还是拿了一本书 就是那个出国简单的英文三百句 那本书 后来就是看那个一些视频 像老友记啊 破产姐妹啊 就是学一些英文 还有一些朋友学英文 就是看美国的电视 因为这边一收就是美国的台嘛 可以看美国 还有一些看新闻 看新闻 有些 就是讲英文 在这种环境下 有这个语言环境的话 就可能只很多钱 可以学习一下 不管年龄多么大 美国这边的个学校 也是成人学校 也是培训英文的 可以学一学 也有那个很多不懂英文的 就会 Hello Thank you Goodbye 可能就会这些简单的几句啊 就可以在华人 华人的个老板开的店里面可以工作啊 工作 然后学一些工作用的英语啊 就可以了 照样可以生活 有些你像老人 他根本就不会英文 他随着儿女移民美国住到养老院里面 也是找一个就是华人比较多的那种养老院去生活 也不影响 而且有很多唐人街 为什么唐人街那么多 美国有十大唐人街 可能有几十个唐人街 在这种 就是不会英文的话 可能就离唐人街生活的近一点 你到时候到处都是中文 都是中文 可以看懂啊 可以说 也可以买到东西 也不影响 作为一个消费者 你去拿着钱 还是能够买到的 而且 基本上也没有人嘲笑你不会英文啊 就是我要买这个买那个 你付钱就可以 你只要找到个东西 如果找不到的话 你有图片的话 可以展示给那个 他那个服务人员 他可以帮你走 有些你问他这个顾客 你给顾客 你写张图片 让他看一下 他有时候也会热心的帮你走啊 所以就是没有歧视 就是说 如果你不会英文的话 你就在华人这个圈子里 那个逃生活 可能辛苦一点啊 如果会英文的话 就可以和老美打交道 可能收入就会有一个新的提升 包括昨天我说的那个 像卡车司机的工作 就是会一些简单的英文啊 英文 比如你看一下货单 看一下地址 你那个GPS要输上地址 然后送到货 然后怎么让对方去签字 怎么把这个做个交接 然后到银行怎么结账 这些 你像美国的银行 还有你像那个富国银行 还有像华旗银行 它那些都可以求助中文的语音 现在粤语 包括粤语 这边广东人多嘛 包括粤语 也是成为一个语言了 就是可以分国语 分粤语 它有这种服务 也是免费的 你选择都可以啊 包括美国这边 这个美国银行 ATMG 你可以选一个中文 到里面存钱呀 存支票呀 取钱呀 选一个中文 选一个你的爱好 它里面直接就出这种画面 也是非常方便的 而且现在 你像有那个训飞 训飞那个翻译机 国内出了几款那个翻译机 也是比较方便 你说中文 然后把它翻译成英语 翻译成法语 翻译成德语 翻译成俄语 翻译成意大利语 这样翻译成西班牙语 翻译葡萄牙语 你就可以走遍天下 拿着 对方说那个外语 然后翻译成中文 你也能够听明白 但是就是 如果你想和老美谈个恋爱的话 那你英文还是要提高一点 而且和老美在一起 时间长的话 你英文自然能够提高了 你比如说 有很多 那个20岁 30岁 40岁 50岁 60岁 嫁给老美的 嫁给老美的 然后也不会几个单词呀 但是如果长期在屋檐下一起生活 要那个吃饭呀 要出去购物呀 各个方面 它自然的英文水平就有一个提高的过程 就容易学会了 所以不会英文 也不用担心 在美国依然是可以生活 但是如果你想如意得水的话 那还是在你这个工作上面 还有日常生活上面 比如说你坐飞机呀 出去度假呀 去旅游目的地呀 然后你还是学一些简单的 把它的主要的关键的东西学一下 这样的话 你就能够天高任鸟飞 海阔平逾越 这样的话更加的方便 不像你说那个有些就是浓 浓 就是那个工作比较低 那个学历比较低 可能是小学初中 他就是不会完全不会英文 他可能买一个醋 买一个酱油 他看你去超市 就会说 小张你帮我买一下吧 我说你自己不是也去超市了 他说我找不到那个醋是哪里 现在方便了 现在很多那个地方都有那种华人的超市 你像顺发呀 九九大华呀 夏威夷呀 像莉莉呀 这种各种的超市 非常多 那个很多城市都有 然后你如果到华人超市的话 里面是中英文对照的 你也可以买到自己老干妈呀 那个像东北的木耳呀 然后买那个 三冬的拉面呀 螺丝粉呢 那个江西的赖粉呢 各种你你能想到的 这个华人超市都会都会有 都会供应出来 所以那个也障碍就降低了 随着科技的进步 让更多人就是不会外语 你依然可以到这里来玩 也可以在这里学习 来也可以在这里工作 来这里生活 欢迎来美国 不论你是做什么都可以 我们的美国的华人 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华人 来到美国来旅行 来学习 来工作 来生活 来赚美金 都可以 也是让华人的 那个更加的强大 力量更加的壮大 不断的有新鲜血液 如果没有新鲜血液 因为疫情的原因 这个风控的原因 没有新鲜血液到这个美国 大家也是很愚闷 所以欢迎大家 欢迎来美国 Welcome to USA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n 会不会外语都可以 好的 如果有机会 还是学一点外语吧 可能就更好一点 因为毕竟你那个从 中国大中华地区 你来 你是在一个中文的环境下 或是在粤语的环境下 你来到美国的话 你一下就变成一个少数民族 只有六百万人口 的少数民族 所以 那个 更多的是要接住英语 接住西班牙语 所以学一点还是比较好嘛 好 感谢您的订阅 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您的点赞和评论 我将及时回复我的家 谢谢您的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 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们的 昨天 昨天那个 见老美老美送的 棒棒糖 这边还是比较 那个 比较热情的吧 你会不会外语 然后微笑呀 然后很多用这个 雅语也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啊 毕竟歧视 歧视的还是很少嘛 因为大家是 这个是个移民国家 所以大家可以 100个放心 好 拜拜 再见 这是张冬东在美国 亚利桑拿的Tucson 给大家带来报道 今天是 10月3日 星期天 早上的9点钟 拜拜 再见 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